各位观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新闻频道。 今天的新闻报道以下的内容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85岁是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年龄,但对于钟南山院士来说,他仍然在疫情的第一线战斗。 他不仅思维敏捷,而且从外表看不出他是个80多岁的老人。 85岁的钟老分享了一些保持健康的秘籍,尤其是饮食上的,都说并从口入钟老强健的体魄不仅是多年锻炼培养出来的,还需要日常饮食的保护。 这也是钟南山院士保持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秘诀。 1.钟老分享,三种食物不仅有害健康,而且容易长斑衰老,要少吃。 1.汤拌饭 拌饭汤盐分多,油脂含量高,同时不易消化,影响脾胃的健康。 2.脾胃会阻碍气血生化,皮肤会没有气色,暗沉,引起色斑。 3.脾胃气虚的女性常表现为面色辣黄,淡黄色斑点。 4.此外,大多数女性经常饮食不佳,容易负胀,四肢无力和疲劳。 4.脾胃口 4.脾胃味 6.脾胃味 1.脾胃味 2.脾胃口 4.脾胃味 2. 腌制食物 腌制的食物含有大量的盐分,同时在腌制的过程中亦产生亚香酸盐,盐摄入量过高,体内钠离子会增多,导致身体组织水分减少,皮肤会很干燥,必长出皱纹,斑点 3. 油炸食品 有调侃、炸鸡等食物是不少人喜欢吃的,但是油炸食品含油粮过高,吃太多油炸食品容易影响脾胃,进而影响内分泌系统的正常运行 4. 此外,油炸食品中使用的油经常被重复使用,其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,如果经常吃,也会对身体有害,特别是长斑的女性,长时间吃太多油腻的食物会加重斑的形成 黄鹤斑现在很多人都有,但大众对它的认知只影响外观,事实上,黄鹤斑的生长也会对我们的健康有害,所以不得不注重蛆斑或预防黄鹤斑的形成 2. 淡化黄鹤斑或者预防黄鹤斑应该吃什么食物? 1. 吸烟酸C片提高皮肤抵抗力,清除黑色素,黄鹤斑消失了蛆斑最常见的内调方法是每天吃几片富含锡,维生素C,烟细胺的吸烟酸C片是蛆斑的好选择 2. 补充吸醋进体内黑色素的代谢,既能抑制黑色素的形成,又能滋养皮肤,逐渐清除沉积在皮肤深处的黑色素,抵抗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,从而达到美白的效果 3. 而且吸烟酸C片中所含的维生素C和烟细胺都是很好的美白成分,每天补充,一样有淡斑美白的效果 2. 番茄汁 每天喝一杯番茄汁或定期吃西红柿对预防长斑有很好的效果,西红柿因富含维生素C,维生素C可以抑制皮肤中烙氨酸酶的活性,有效减少黑色素的形成,从而使皮肤白嫩,黑斑消退 3. 喉桃 喉桃被称为水果之王,因为它富含维生素C,女性常吃,可以滋养皮肤,保持皮肤的弹性和活力,增强皮肤的免疫功能,经常吃喉桃可以防止皮肤产生大量黑色素,并能有效去除色斑 3. 如果想远离黄鹤斑,皮肤白的像蛋壳一样,生活中要注意以下几点激素类护肤品不要擦 1. 皮肤胶原蛋白流失后,女性的皮肤往往会出现很多问题,即使皮肤上没有黄鹤斑也会出现其他问题,一些极度追求美丽的女性会在脸上涂抹含有激素的护肤品 3. 激素类护肤品也容易刺激黄鹤斑,不建议使用 2. 保持愉快的心情 中年女性往往会有事业,家庭和孩子的教育等各种操心的事情,总是心情烦躁,这也导致了内封闭失调引起黄鹤斑,所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很重要 3. 良好的睡眠习惯也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护肤和身体调理需要注意休息,但很少能真正做到,想驱除黄鹤斑,良好的睡眠必不可少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,祝大家一天平安,开心,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 Could be an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可以记得见您 张狗 effectivementanta pessoal 在请不吝点赞 介 finishing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